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日本自民党党首的选举 结果已经出来聊,石破冒当选,高市早苗落选 其实从这一次啊,自民党的党首选举 大家也就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个未来 大家也可以看到自民党内部的一个选择 日本人,日本的自民党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个国家未来在哪个方向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高市早苗会落选 大家把这些事情看清楚了 大家也就知道日本人正在慢慢的总结出自己未来的那条路 那日本的路会走向哪呢 包含这一次日本自民党的选举 它跟台湾问题,它跟韩国这些议题都有直接的一个相关 那日本将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咱们会从啊,这个日本自民党的这一次所谓的党首的这个选举开始聊 然后再聊高市早苗,然后再聊石破茂 大家会看得更加的一个清楚啊 那日本未来何取何从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在聊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先跟大家打个前提啊 那就是啊,看待这种新闻呢 大家不要使用二元论 或者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黑,谁是白 就这种角度来看待这些新闻 如果这样看这些新闻的话 你永远也看不清楚这些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 尤其是日本自民党的这个党首的这个选举 然后的话,大家要想看清楚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有点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它没有那么的简单,也没有那么的单纯 因为很多同学习惯性的啊 把日本的某些政客啊 定义为这是个清华的一个政客 这是一个反华的一个政客 以前跟大家聊过啊 日本的这帮政客呀 想要如此简单的一个分类 其实很难 因为日本的这些政客呀 日本的整个政治环境吧 它跟欧洲比较像 而且是跟以前的欧洲比较像啊 也就是二战之前 然后呢,一战之后的 哦,整个欧洲的那个状态特别像 像在哪里呢 像在那个时候 欧洲内部产生的那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浪潮 然后的话,就是比较古典的 比较古典现代的那种现代政治的环境 在日本你能够看得见 现在欧洲已经没有原来当初的那种政治的那种 那种环境和氛围了 可是走到现在,大家去看日本 日本的那种非常古典的那种 对不对,民族主义啊 然后的话,在这个日本国内啊 也是啊,比较流行的一种状态 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如果大家把日本这一方面看清楚了 大家也就知道 日本内部可有意思了 什么叫可有意思了呢 首先,刚才跟大家讲了 日本整体向右的 整体右倾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 因为自民党右翼 对不对 你在日本国内你找不着左翼这种政党 你很难能找到这种左翼 只有相对偏左 没有左 然后的话,日本这个国家就整体向右转 然后跟当年的一战之后 二战之前的这个欧洲特别的一个像 然后的话,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 它给日本的这些政客们 政棍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就是对不对 我们的前提 那就是一个 什么呢 你不要给我讲什么亲美 亲中亲韩 亲欧 对不对 亲其他的国家 不要讲这些 首先讲的是什么呢 首先讲的是亲日 这就是日本的政治环境 大家一定得记住啊 他只不过是利用亲日这个理由 来发展自己这个派伐 自己这个派系的这个政治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我必须强调我是亲日的 然后的话 跟大家去讲 对不对 咱们跟美国发展什么样的关系啊 它是有利于日本这个国家的 咱们跟中国发展什么样的关系 有利于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发展 所以说呢 你最少最少日本的这个政治氛围 你得使用二元的方式来看 三元的方式来看吧 你得多一个层级 你使用黑白 然后的话 正义邪恶 都在亲华反华 就这种视角来看 很难能够看得清楚 大家记住这一点 然后再去看石破貌鱼 高市早苗 大家看日本的整个政治环境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日本的未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啊 首先咱们先来聊聊 自民党这次党首的选举 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啊 这个日本的自民党呢 然后的话 这是算是基本上 这个内部的矛盾啊 没有特别的一个激化 但是自民党找到了自己 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石破貌鱼 高市早苗 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的啊 党首的这次选举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看到 自民党想要找那个方向呢 首先咱们就简单了来看啊 高市早苗与石破貌的一个区别 高市早苗是一个相相较于啊 这个石破貌啊 等等等等 日本一系列的一些政客啊 然后特别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政客 就标签特别的简单 高市早苗身上的标签反华 对不对 别说反华了 对不对 反韩 谁都反 然后总而言之 我大日本啊 怎么怎么样 我大日本怎么怎么样 天天就是这副德行 我就是要什么 去这个靖国神社 如何如何 天天的就搞这种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政客 然后高市早苗 特别的一个单纯 相较于日本正南的 这些政客而言 高市早苗单纯一点 石破貌复杂一点 石破貌的这个复杂 体现在哪里呢 石破貌是反对参拜 那个所谓的那个靖国的 那个神社 对不对 反对我 我不要去 我不想去 对以前这个石破貌啊 当这个日本的所谓的防向的时候 就反复的提过这一点 而且对于这个侵华呀 对的二战里边那段历史啊 石破貌说的是该道歉就道歉 大家记住 这句话也不是道歉的一个态度啊 该道歉就要道歉 这是石破貌的观点 但是的话 不该道歉的东西是什么呢 所以说呢 这就是政客 一句话可以两种意思 三种意思随便你去解读 他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他都可以利用这句话当成基础啊 对不对 该道歉道歉 那什么该道歉呢 那不该道歉的 不道歉的 什么东西不该道歉的 总而言之 有一系列的杂案 等着这个石破貌自己去啊 解读 所以说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石破貌身上啊 他这个标签 哎 稍微有点复杂了 对不对 他不仅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状态 大家也都知道 石破貌前一段时间吧 大概一个多月之前 还往这个台湾岛去跑了一趟 对不对 然后跟这个 跟这个台湾岛的啊 这个小赖 对不对 等等等等 然后他见着了面呀 总而言之 也说了一些啊 莫棱两可 以及奇奇怪怪的一些话 所以说呢 你说石破貌这个人身上 他代表的是亲华 然后呢 或者说反思 反思日本亲华 反思啊 这个二战的那段历史 这样的一个政客吗 他又不是 对不对 他又不去参拜 那个所谓的建国神社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是呢 这个人身上就体现着 各种各样的一个复杂 但是大家记住 刚才跟大家讲了 日本的政客 首先前提是亲日 他采取的这些政策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些政策对于日本有利 那石破貌 对不对 是一个稍显复杂 但是的话 没有那么激进 在自民党内 没有这么激进的 这样的一个政客 你说他是完全啊 跟中国顶着来的 不是 你是完全的啊 然后的话 想要与中国修复关系的 他也不是 哎 讲到这儿 大家也就看到了吧 日本的自民党 然后的话 为何都在这一次 会把石破帽推出来 而且对于日本自民党 这次选举而言 大家得看懂啊 日本自民党内部的选举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首先 对不对 这个这一次自民党内部 推了九个候选人 什么这个安倍的派系 对不对 小泉的这个儿子都出来了 小泉进次郎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岸田文雄 虽然说自己没来选 也推了两个 这个上川的杨子 以及那个林方正 对不对 这都是啊 这个岸田文雄 那边的派系的人 总而言之啊 这个大家都是啊 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派系啊 派伐的这个代表人 然后往前去推 推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推出来的就是啊 日本自民党 这次党首的选举 第一轮选不出来结果 对不对 第一轮你得过半 你才能够直接就宣啊 这个就就说我赢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选举是什么呢 是这个日本的这个 国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 然后的话是啊 占了50%的选票 另外50%的选票呢 是这个日本自民党的 所有的党员 对不对 汇聚成啊 这个与日本的这些议员 相同比重 50%对50%的 这样的一个选票的一个量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 第一轮的这个选票的一个结果 然后石破茂 与高市早苗啊 这个出现 来到了第二轮 第二轮就 就有意思了 对不对 就有意思了 其实也就能够让大家看得出来 自民党推9个人出来 内部以内部各个派伐 推9个人出来 是没人想在第一轮 就要选出一个结果 大家是在干嘛 尽量的分票 对不对 不让第一轮啊 那个党员 日本自民党的党员 对不对 然后他占据50%啊 选举比重的 这个日本自民党党员 来来推导出啊 那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选举的结果 一定要来到第二轮 第二轮就变了 第二轮还是啊 这个日本的这个 这个议员啊 这个所谓的这些议员 占据啊 这个极大比重的 这样的一个投票的 这样的一个份额 然后不是50%了 大概是在60% 这样的一种状态 60%70%的一个比重 上升了 另外的20%30%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还是那些啊 自民党的党员吗 不是 变成了所谓的都道府县的代表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也就是啊 尽量的让一般的党员 发不出声音了 然后让这个自民党 各个派伐的大佬 能够控制的这些议员来发声 也就代表着各大派伐 互相的妥协 有了一定的一个空间 一定得来到第二轮 他其实也就代表着从这个 他其实也就代表着 自民党内部的这些大佬们 认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够在第一轮出结果 要在第二轮出结果 要要让我们的意见 形成一个共识 对不对 我们我们这些派伐的大佬们 要有足够的妥协的一个空间 然后的话 不能够在第一轮就出来那个结果 所以说呢 来到第二轮 让那些议员提升他投票的一个比重 所以说 日本自民党对这一次啊 所谓的党首的这个选举 小心翼翼 然后他一定得代表这个党的这个意志 选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才算完 选出来的结果实破茂 那自民党的意志什么样呢 他不想要那种特别单纯 特别简单的 就那个高市早苗 高市早苗啊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纯粹 对不对 一定得参办 一定得跟中国拼了 跟中国死磕 对不对 那美国呢 一定是爸爸 对不对 跟美国一定得抱在一起 跟中国怎么怎么着 对不对 天天就玩这一套呢 然后别说对中国 对韩国都是硬 对不对 一定得硬 这就是高市早苗 然后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高市早苗 大家也看到了 自民党的大佬来到第二轮 对不对 可以可以掌控 这个自民党选举的这个结果的第二轮 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高市早苗被抛弃 石破茂被推出来 自民党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不想要那种特别单纯的与中国危敌的这种路线呀 这就是高市早苗 对不对 这一个状态 其实大家也就可以看到 自民党内部在干嘛 他对于安倍派系开始动手 自民党 日本的自民党 其实啊 这不是忽然之间要重新找这个路径的一个方向 其实岸田温雄也就代表着日本自民党内部的一种妥协 岸田温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跟大家讲 大家看日本的这些政客 尽量不要使用什么亲中反中 就这种这种简单的视角来看 岸田温雄就是一个足够复杂的一个政客呀 他身上代表的是亲美他有亲华 大家知道吗 亲中他有亲美 然后呢 只不过是什么呢 亲美的这个程度到底是多少 亲中的这个程度到底是多少 不想要与中国翻脸的程度到底是要是是要多少 对不对 想要从美国那边啊 从美国的控制那里 取得一定的自主权 就这种想法又占据了多少 这就是岸田温雄 石破帽跟岸田温雄观点很类似 所以说呢 就是说就拿这个既亲中又亲美 就这种状态来比 他其实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二元 能够让大家分得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结果了 岸田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岸田对于安倍的派系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些新闻 然后呢 这个互相之间的一个争斗啊 其实是非常激烈的一种状态 安倍派系也在挣扎 然后岸田那边也在动手 比如说都在自民党内部爆露爆出来的吃回扣的这个事件 对不对 导致啊日本的派伐自行宣布啊解散 岸田岸田的这个派系啊解散 然后安倍清和会对不对 解散 然后呢就剩下麻生一个派系 二阶的这个派系解散 石破茂的派系解散 就剩下麻生的派系现在还留着 其他的派系全解散 这是在干嘛 你从那个收回扣的那个结果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最大犯案的最大的那个派系 那个派伐是谁 就是安倍派系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还只是其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日本内部自民党的有些人 想要搏一命 对不对 然后呢拿什么搏命 拿命搏命啊 怎么样拿命搏命啊 比如说日本的那个梁月号的 那个护卫舰 对不对 往中国的领海去冲 之前 之前跟大家聊过 对日本历史上干这种事 干的可多了 上海的洪桥机场事件 对不对 然后跟上海的这个松沪会战 直接相关 然后两名日本的这个中卫 坐着这个车 开着这个车 往这个红桥机场去冲 然后的话 两人命丧当场 因为当时中国的守军开枪了嘛 然后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七七事变 一名所谓的日军走失 然后这个日本人 就与中国的军队 当时的中国的军队 中国的守军打了起来 晚平撑 对不对 日本人干这种事 不奇怪也不新鲜 走到今天 日本的这个自卫队 一艘护卫舰 往前去冲 往中国领海去冲 开枪放炮了 那这个日本 与中国的关系 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那个方向 也就是中日互相为敌 因为开枪放炮了嘛 这个方向 有利的是谁 有利的必然是安倍派 也就是高市扫描 对不对 大家一定得知道 这个自卫队的 自卫队 那算是安倍派系 也就清和会的 大北营 清和会在这个 日本的自卫队 这里边 那发展的关系 发展的又久 而且又坚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吧 然后这个安倍派系 清和会所掌控的 日本自卫队 出了一个怪招 对不对 结果这个怪招 没有达成自己的一个目的 不仅没达成自己的一个目的 还被中国反手给收拾了 但是说中国当时啊 没有对日本的这个 护卫舰开枪放炮 中国的玩法是什么呢 航空母舰 对不对 过一过你的领海啊 这个飞机啊 飞一飞你的领空啊 这都是最近的新闻啊 对不对 你日本还没法叫 你叫一个我听听 你说啊 你中国不应该进我的领空 不应该进我的领海 进你的领海 符合国际法 也符合中国国内法 进你的所谓的领空是吧 那你觉得我不对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那个梁月号 是为什么冲到我中国的领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你你怎么样 给我一个交代呀 你进我的领海 往我这领海 进了20分钟 这事你怎么算呢 对不对 日本人浑身的不自在 办错了一回事 梁月号往中国领海去冲 办错了这一回 中国拿着这一个理由 反复的抽日本的嘴巴呀 辽宁舰抽 055抽 中国与俄罗斯联合军演抽 中国的军纪抽 对不对 进日本的领空 打日本的脸嘛 总共认识 你日本人来呀 有任何不好的一些意见 你说出来呀 所以说呢 安倍派系 亲和会的这些人 傻眼 安倍派系 对不对 现在真的是来到了 这个生死存亡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状态呀 这个日本自民党内部 尤其是刚才跟大家讲 安天文雄收拾安倍派系啊 不仅仅是刚才这件事 日本的这个安倍派系 亲和会 在那挣扎 挣扎没有用 不仅是这样的一件事 还有别的事 比如说啊 这个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大清洗 这个日本自民党自卫队啊 自卫队内部的大清洗 自卫队啊 这个海上自卫队 这个这个空中的自卫队 陆上的自卫队 这个长官欺负士兵 就莫名其妙的一些理由 对不对 日本自卫队 然后内部就产生了大动荡 大量的日本自卫队的高级的官员 被收拾 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新闻 都是发生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边 对不对 自卫队什么地方 安倍派系的大本营 亲和会的大本营 亲和会安倍派系被收拾 想挣扎 想拼命 想要往中国领海去冲 想要把日本内部的趋势引向有利于亲和会安倍派系的这样一个方向 没成功啊 不仅没成功 自己 对不对 还啊 还遭受了这样的一些啊 清洗和打击啊 在日本啊 日本自民党内部啊 然后呢 这个岸田派系啊 收拾啊 岸田文雄啊 收拾这个 这个安倍派 收拾亲和会 收拾完了 来到了现在 来到了现在 日本自民党 都得开始选啊 这个所谓的党首 选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玩死了 真的是把这个安倍派系玩死了 这是堂堂的自民党内部的第一大派系 结果走到今天 你看第一个选举的啊 选票的那个结果 你会觉得 这个高市早苗当选的可能性 看起来真大 对不对 结果第二轮 高市早苗是完全赢不了 这个 完全赢不了石破帽啊 你就知道自民党内部到底在干嘛 是 基本上安倍派系 如果说还要折腾的话 可能真的是会出大问题啊 对不对 从自民党内部的清理 从啊 安倍派系啊 这个主要的大北营 然后呢 被被岸田文雄收拾和打击 那你说对不对 自民党他看这个世界的未来 是什么样的呢 跟大家讲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也非常简单 这个自民党大佬们看到的日本的未来 没有安倍派 要不然你听话 你要再搞事的话 弄死你 安倍派系可是曾经的 对不对 日本自民党第一大派系啊 第一大派伐呀 结果走到今天 被反复的折腾和收拾 为什么 因为日本要选择新方向了 这个方向不符 不符合安倍派系的一个想法 安倍派系也在挣扎 高市早苗也在挣扎 可是挣扎过来挣扎过去 挣扎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你不听话 你在自民党内部 你死路一条了 你听不听话呀 这就是啊 日本政治残忍的一个地方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 石破帽这个人身上的一个特点啊 然后在聊石破帽之前 再跟大家多讲一句吧 高市早苗为什么 对不对 然后的话在这个 也就是安倍派系清合会吧 在日本自民党内部 有点不招人待见 不仅是找事找麻烦 对不对 招惹中国 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啊 他都要招惹 而且安倍派系清合会啊 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贞 他越来越激进 就这种激进 尤其是从这个高市早苗 讲的这些话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一定要参拜呀 怎么怎么样 谁是坏人 谁是坏人 就一定得玩这种硬的 他越急 他就越表现的张狂嘛 可是呢 你越张狂 也就代表着你越心虚啊 你没有实力完成 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呀 可是这种张狂 招惹别人 招惹谁 招惹了韩国 韩国那边真的是哦 尤其韩国现在 当政的是韩国的右翼 国民力量党 尹薛这些人 韩国的右翼 跟日本人的关系还不差 原来当年那都是在朝鲜半岛 配合日本殖民 朝鲜半岛的后代们啊 这是韩国的右翼啊 尹薛这些人 国民力量党啊 这些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看到高市早苗起来 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高市早苗 对不对 是绝对不让着韩国这些国家 比如说在这个魏延赋啊 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 相关于二战历史那些问题上 高市早苗从来都不认为他有问题啊 我日本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有问题的是谁 那就是像韩国这些国家呀 你只要说我日本不对 对不对 那你 那你韩国 你想死 对不对 就是这种玩这种硬的对韩国 那为什么韩国的右翼会不高兴呢 因为这会激发韩国的左翼的人群啊 对不对 你日本人欺人太甚 你欺负我韩国人呢 所以说 对不对 韩国看高市早苗也甚的话 所以说高苗 高市早苗是属于那种 大家都不待见 而且安倍派系清合会 现在又是又是有点鸡翅白脸 那种状态 所以说 日本的未来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那咱们继续讲石破茂 会给啊 日本的未来啊 带向哪个方向 以及中日关系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啊 刚才跟大家讲 石破茂这个人啊 他不是一个特别简单 特别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政客 他不像高市早苗那样 对不对 简单单纯 就是玩硬的 就是玩横的 能有多硬 玩多硬 这个石破茂这个人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他有一些啊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啊 还算比较温和的一些表态 该道歉就道歉呢 对不对 这些话 然后的话 绝对不去参拜呀 参拜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啊 就这种表态 基本上 对不对 还算是比较温和 但是刚才跟大家讲了 前几个月 往台湾去跑 其实啊 石破茂啊 他的上来 他也就代表着日本未来将如何来做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那日本未来将要如何来做呢 尤其是面对中国 他将要如何来做呢 面对日本 面对中国历史问题是个坎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历史这个问题上 石破茂讲过该道歉道歉 他也不去参拜 所以说呢 他是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让中国能够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政客 但是刚才很多同学了啊 讲了那是台湾的台湾呢 大家一定得记住啊 不要把他当成一个亲中亲华的一个政客 这种日本的政客 他永远第一号的前提是亲日 你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了 你也就知道 为什么石破茂跟台湾有一些 微妙的一些关系啊 石破茂虽然说啊 这个出身啊 没有特别的一个高 但是也不算特别的一个低 对不对 虽然说啊 在自民党的派伐里面 这个出身 石破茂的出身啊 那真的是不亮眼 日本自民党的派伐呢 好几代的传承 对不对 祖上都是什么当过日本首相的 对不对 大家都是亲戚啊 对不对 小麻生啊 安倍啊 小泉呢 这都是啊 亲上加亲的一种状态啊 那祖上都是出过好几任的 这样的一个首相啊 那叫一个硬 石破茂 石破茂 其实啊 不起眼 但是啊 也是有传承啊 也就是日本的县一级呢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些 算是二等的这种派伐 二等的这种日本政客 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出身 但是总而言之啊 他不是一个愣头青 他也见过政治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毕竟家里面也教过 这就是石破茂啊 那石破茂 就是这种复杂的状态 刚才跟大家讲了 有一些啊 能够让中国呀 以亚洲其他国家满意的一些表态 关于二战历史的问题 对不对 那对于中国来说 那是可以接受的 你先要把二战历史问题 先给我讲清楚 你侵华那些态度 对不对 经国神社这些事情 你给我讲清楚 你讲不清楚 对不对 那咱们就没得谈 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一个态度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那这个东西啊 有了一个前提 那台湾呢 台湾问题到底什么 台湾 台湾内部的一些啊 这个媒体 对于这个石破茂啊 这个当选啊 这个态度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也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五味杂陈 什么叫五味杂陈呢 石破茂啊 这个大概八月份的时候 往台湾去跑过嘛 然后台湾的那些媒体啊 然后就评价这个石破茂啊 这个石破茂啊 这个对台湾挺好的 对不对 爱台湾了 对不对 最爱台湾 特别爱台湾 然后跟台湾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的话石破茂 然后这个不见得能够当选啊 这个自民党的党首 这个石破茂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你从八月份 台湾媒体的这个态度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那边是对于石破茂啊 没有那么的喜欢 台湾那边更喜欢谁 更喜欢高市早苗 因为高市早苗跳得高 对不对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日本与台湾这个岛 那个关系有点特殊 什么要特殊呢 日本讲过吗 安倍派系 对不对 清后安倍晋三讲过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然后大家以为啊 这是把台湾跟日本人 摆在一起错了 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讲 这是什么呢 也就是祸水东引 把台湾往前去推 要死你先死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吗 台湾有事 日本就没事了 你们就在台湾打吧 对不对 我日本躲在后面就得了 这就是安倍他们这些人玩的 为什么一定要提台湾问题 一定要在台湾这搞来搞去 原因就是台湾有事 那日本就没事了 然后这就是安倍这些人 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对不对 台湾这边呢 对不对 也希望日本人往前去跳 大家都想要祸水东引 都想要把矛盾 推向别人 你去面对中国 你去面对中国大陆 对不对 跟我无关 我往后去哨哨 比如说菲律宾就被他们推啊 对不对 菲律宾你得往前去 往前去跳啊 你得跟中国如何如何呀 日本人还算计过美国 对不对 菲律宾给美国开那四个军事基地 谁给的钱呢 日本人给的钱呢 给了 我记得没错的话 给了三百个亿的人民币啊 这样的一个援助给菲律宾 第二天就出来新闻 菲律宾给美国 开了四个军事基地 那四个军事基地 都在台湾的旁边 都在面对中国大陆的第一线 美国人上第一线了 对 那日本人在在哪呢 第二线呢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啊 都希望别人往前去走 都希望别人往前去推 对不对 民进党台湾岛同样也是如此啊 那个小赖 对不对 小赖一说就是赖赖 为赖赖同学一说就是什么呢 哎呀 这个是 这是中国要挑战什么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美国所主张的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啊 这个总而言之吧 这是中美怎么这么着啊 互相的博弈 台湾民进党那边 也想把美国人往前去推 没人敢站在第一线 所以说大家把这样的一个趋势 看清楚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 对于台湾而言 他更希望高市早苗上 因为高市早苗跳得高 高市早苗跳得那么牢高 那中日之间的矛盾会加剧 中日矛盾加剧 台湾就变第二线了 对不对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没事 那对于高市早苗如果上来的话 就会变成日本有事 台湾就没事了 大家都可惊了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就是日本台湾呢 就这帮正棍们 一个一个惊 惊得要命 然后的话 那高市早苗现在也都知道 没选上 没有出现台湾岛最希望的 那个结果 然后这个时候又开始啊 这个这个石破帽当选之后 又开始说这个石破帽 石破帽挺喜欢台湾的 对不对 挺喜欢台湾的 跟台湾站在一起 我们台湾对石破帽 这个也挺好 台湾的媒体为什么是这种态度 不得不是这种态度 那为什么石破帽前一两个月 要往台湾去跑 八月份要往台湾去跑呢 而且说了一些特别暧昧的话 答案就特别的简单 一句话各位就明白了 跟大家讲了那么多 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 对不对 台湾是那个筹码呀 对不对 台湾是那个筹码 当然要往台湾跑啊 跟中国跟中国去谈 历史问题石破帽可以谈 该道歉的他可以道歉 对不对 历史问题石破帽可以低头 那低完头之后 那美国现在不成事了 那中国呢 毕竟是二战战败国 开罗学研波子弹公告 日本相服文书 在那卡着日本人 那日本最想要的是什么 正常国家呀 对不对 之前也跟大家聊了 日本与美国那个关系 那就是一直在博弈啊 博弈到最近 岸田文雄 把日本博弈出来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啊 这个日本自卫队 本身是跟这个驻日美军司令部啊 是评级 那驻日美军司令部呢 原来是印太司令部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下级 前一段事变成了什么呢 升级了 这个驻日美军司令部 与这个印太司令部评级了 也就代表着日本的自卫队 自卫队司令部 与美国的印太司令部评级 这就代表着日本人取得了一定的 独立的一个空间 正常化国家的一个空间 不再是美军的下属了 日本的自卫队 所以说都在那 阿天文雄想要与美国取得这样的一个正常化国家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美国给日本人正常化国家 可是中国给不给啊 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你中国对不对 然后他如何对待日本呢 日本人是最担心的一个事情 毕竟二战在那摆着呢 美国强的时候 日本人抱着美国人的大腿 现在美国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守不住了 那接下来日本人要面对的是中国 那中国将要给日本什么方向呢 推一个识破冒出来 二战问题该道歉可以道歉 清华问题该道歉可以道歉 那这一块好了 那那日本对不对 那向中国低头 那对不对 二战那些问题 那中国对不对 愿不愿意给日本一个活路呢 愿不愿意给日本日本人做梦都想要的正常化国家呢 那大家想想你是日本人 你将要如何选择 你选择必然会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找筹码 台湾问题要成为那个筹码 台湾问题怎么样成为那个筹码 日本人 你想想日本人 这叫什么呢 空手套白狼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啊 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台湾跟日本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 对不对 台湾好了 日本人能多赚一块钱吗 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也没那么多大 对不对 毕竟两边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那一个对于日本人而言 无足轻动的一个台湾岛 这个时候把台湾这个问题拿在手里 台湾也表态 我喜欢你啊 石破猫 对不对 日本大哥哥 我爱你 那这个时候台湾人 台湾人自主的 然后的话成为了日本首领的那张牌 为什么呢 如果说日本人跟你表态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台湾现在的状态 那就是一个分离的状态 我日本人就希望中国统一 台湾你要与中国赶紧去谈 对不对 你赶紧要进行这个和平统一的一个进程 你不进行这个进程 你就伤害了东亚的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个时候 台湾怎么办 那日本人要说出这个话 要说出这个话 那日本人想要的是什么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正常化国家 美国人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守不住 面对中国的话 那中国给不给日本呢 那就得看日本的一个态度 那日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自民党的选择 石破猫的选择是什么呢 台湾这张牌捏在手里面 可是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台湾这张牌会愿意啊 自动自发的啊 成为日本人手里的一张牌吗 台湾那边也不是笨蛋 但是日本人自民党的这个想法 大家不能够忽视 而且呢 对于中国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你日本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吗 你以为你捏台湾当牌 就台湾就那张牌了 台湾是我中国的内政的问题 你日本都在 在什么中日友好条约里边 那些啊 关于台湾问题 你日本人是怎么看的 你说的是清清楚楚 你还想要说出什么样 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声音吗 解决台湾问题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你日本人不容插手 如果中国这样直接给日本人 这样表态的话 那日本的未来更加的自求多福了 日本人自己想 总而言之吧 日本未来那个大方向 然后的话 基本上定了 但是这种小的博弈 中性问题 小性问题的博弈 未来还会持续啊 那日本就要持续变成什么样的 大家等着看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